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启程访问友邦 期间过境美国 不过 蔡英文此行似乎有一些台旅法搞小动作 台媒爆料 蔡英文在洛杉矶期间 将与美国正要见面 还将访问美国联邦机构 据东森新闻云报道 蔡英文此次出访 除了前往那美洲出席友邦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里外 还将赴中美洲友邦伯利兹 而过境美国的两个地点 去成为洛杉矶 反成则为休斯顿 报道趁 过去在台美默契下 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美国都十分低调 然而 在美国打台湾牌之际 推出所谓台旅法后 蔡英文此行或将不受限制 据了解 蔡英文将进入美联邦机构访问 至于是哪个机构 访问团三间其口 不愿意透露相关细节 岛内有绿媒借机扬言 台美关系升恩 并称就连蔡英文过境美国的待遇也将提升 蔡英文曾在机上谈及过境美国的行程 并放言趁会与许多老朋友 新朋友会面 然而 蔡英文却没有她想得那么受欢迎 还未抵达目的地 就遇上了抗议 据香港东网报道 当地时间12日中午 多个华侨团体组织近千人 到蔡英文入住的洛杉矶市中心洲际酒店外拉起横幅 并高喊 抵制蔡英文台独 又示威者透露 参与着来自各行各业的侨胞 他们目的是抗议蔡英文台独 让她在洛杉矶感受到中国人团结的力量 坚决抵制 限制台独 嚣张气焰 活动召集人士前表示 蔡英文上台以后 据承认九二共识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在分裂中国的道路上欲行欲远 蔡英文不但是两国乐的始作俑者 更是坚持实施去中国化的主要推手 她企图在中华文化传承上造成断层 达到分裂中国的卑鄙目的 示威者表示 要让蔡英文明白 台独不得人心 玩火者必自焚 据悉 本次示威活动由美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发起 得到包括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 世界约解 辽华人社团联合会 美国华侨华人联谊会 美国华人社团大联盟 亚利桑纳州 促进中国统一联合会 以及美国北京联合会等众多华侨团体相应 针对蔡英文过境美国一事 外交部早前曾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的行径 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 也不符合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 奉劝台党局审时多事 尽快回到九二共识山来 不要再做逆潮流而动 不得人心的是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 不允许台湾地区领导人过境 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 大局 和台海和平稳定 来源 海外网作者 李蒙本期编辑 朱月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